這邊案34婦人 她在2月21號的時候出現了症狀 喉嚨痛、咳嗽還有發燒 不過其實她在2月14號的時候 就先到急診來就醫 這時候跟她接觸的經解人員 卻早在19號就已經出現症狀 北部50多歲特休婦人 因為糖尿病到急診就醫 但當時沒有新冠肺炎症狀 確診後往回回溯 14號案34婦人低血糖倦怠就醫 急診室接觸案35清潔員 讓她19號出現症狀 案34住院後 16號開始進入病房接觸 案36、18號有症狀 19號接觸案37 25號有症狀 案34婦人 21號開始咳嗽、喉痛、發燒 25號再接觸案38 第三名護理人員 她當天就有症狀 一直說社區傳播的警訊 目前的確是有一些社區的 一個傳播的一個現象 那這也是我們持續的 在座社區擴大監測 所得來的一個結果 指揮中心話說著保留 但目前台灣疫情 確實離社區傳播更近一步 檢視四個定義 不明感染源已有三例 本土個案21例大於境外18例 但還沒有持續性傳播鏈 和廣泛發生群聚 目前已有兩項符合 有人說她是超級傳播者 有這種可能性嗎 但前疾管局長蘇一仁認為 國內首起院內感染來源都是同一人 有可能是出現了病毒量多的病人 有接近超級傳染者的味道 呼籲院內感染要做好控制 才能避免疫情繼續擴大 謝謝老師 續航 今晚才報導